日元暴漲,最弱貨幣卻有最強動能 大家好,歡迎收看ACY證券金融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上週五美盤和今日亞盤期間 全球股市集體快速反彈 主要的原因是日元的暴漲 這正是我們之前提到過 雖然美國加息主導著金融市場的大方向 但歐洲和日本的消息面 同樣能夠引發市場價格的矩陣 上週五晚間 在美日匯率觸及到152關口後 有傳聞稱日本央行開始隱秘干預匯率 出發日元短時間內大漲3.5% 最近外匯分析之所以一直將日元排除在外 就是因為日元存在著這樣暴漲的黑天鹅可能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日元的特殊之處 不少交易者認為導致日元貶值的主因 是美日的國債利差 其實不盡然 就拿英國來說 英債的利率超過美債 但英鎊卻在持續的貶值 所以市場真正的規律是 無風險美債的利率提高 美元的需求會隨之上升 觸發所有非美貨幣集體貶值 日元之所以貶值得最嚴重 當前的負利率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更大的原因是央行無法在明面上 採用緊縮的貨幣政策 自從泡沫經濟崩潰後 日本經歷了長達30年的經濟緩慢增長 為了支撐境內的需求 日本央行從2000年開始便執行低利率的政策 也就是從2000年起 日本政府依靠著低利率不斷發行國債刺激經濟 政府的負債規模佔GDP的比例 由此不斷地提高 並突破了國際公認的100%紅線 而目前這個數字 很有可能已經超過了300% 由於低通脹一直沒有好轉 日本央行於2016年進一步降息 開始實行負利率的政策 央行的資產表也在隨後幾年裡飆升了整整四倍 這一切都說明了日本有著龐大的低利率債務 在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中 有整整20%是用來支付國債的利息 一旦央行開始加息 日本政府就需要在未來支付更高的利息 就拿10年期國債來說 目前的年息是0.25% 一旦加息到1% 日本政府需要支付4倍的利息 當下不管是日本央行還是政府 都不能輕眼緊縮 至少在態度上需要堅定的寬鬆 有意思的是同樣長年實施負利率的丹麥和瑞士 為什麼就能夠在9月份大幅度降息 結束負利率政策 關鍵還是要看政府有沒有錢 雖然日本的GDP保持著長期穩定增長 但由於政府的負債實在是太高 多數稅收都拿來填補國債的缺口 因此日本也維持了長達50年的財政赤字 也就是政府入不敷出 相比之下丹麥和瑞士近年來財政穩定 更有能力挺過加息的經濟震盪期 由此可見日本很難通過政策緊縮的手段 來控制日元的匯率 而且這種觀點已經納入市價當中 是日元單向貶值的主要原因 那麼最近傳出日本央行干預匯率又從何而來? 這份干預來源於外匯的儲備 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都會有換匯的需求 對於日本的出口商來說 收到的貨款是美元 但支付的成本是日元 出口商在收到美元後會將其交給日本銀行 從而兌換日元循環生產 而這部分美元就成了日本的外匯儲備 日本的出口越多進口越少 外匯儲備便會越高 央行干預的手段也非常的直接 就是通過賣出外匯儲備 也就是賣美元買日元來提振日元的匯率 由於日本的美元外匯儲備規模全球第二 僅次於中國 因此最近政府一直在暗示 日本有著無限量的彈藥以支撐日元的匯率 話雖如此但由頭可見 從二銀的年底開始 由於進口能源的價格飆升 貿易逆差水平大幅度走弱 帶動外匯儲備總量一同下滑 觸及到十年來的最低點 日本所謂的無限資金非但不是無懈可擊 反而異常的脆弱 不僅如此 央行在吸收美元後 不是簡單的全部持有美元的現金 而是將絕大多數用於購買美國的國債 這也讓日本成為了美國第二大債主 因此在央行干預日元時 一旦耗盡美元的現金儲備 就會開始拋售美國的國債 造成資本市場進一步動盪 加大控制日元匯率的難度 從交易策略來看 日元的波動非常難以預測 短線雖然有看漲的潛力 但是中長線的方向還是要看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態度 看跌日元的交易者一定要做好移動止損的設置 避免像上週五那樣隨消息面暴漲的行情 雖然日元漲跌需要分情況討論 但是在多數情況下 不管是美元漲還是日元漲 日經指數都會承受巨大的壓力 從日經指數一小數出來看 受到上週消息面的影響 日經指數並沒有像其他指數那樣單邊上漲 而是大幅度震盪走高 並在27300的前高點位置止步不前 指標方面 OBV能量潮指標持續下滑和價格呈現背離 說明上升的動能並不充分 難以突破前高點的封鎖 考慮到大方向上還是以美元看漲為主 資產市場很難有強勢的表現 因此看跌日經指數是短線勝率較高的策略選擇 交易策略可以採用27300位置的左側做空 目標位置可以看26800和26300關口 更為穩妥的策略是等待指數跌破27000大關 順勢右側入場空單 在勝率更高的同時 持單的時間也能夠更加持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歐元區英國和美國都將於今日發布製造業和服務業PMI 需要重點關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傳播電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